就是選歌 小玲老師的講評非常清楚了 就像可能是歌曲難度 比如說如果是實聲大賽裡面 這個 演藝哥就是佛跳牆啦 你帶來的是 是洋蔥嗎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覺得 我也很欣賞嘟嘟的 衝容 他也是把它處理到了 就算是暗然銷魂飯 一個荷包蛋 一個燒啦 一個飯 他還是處理得很好 現在我們要唱的經典 這個民歌是來自一位 我覺得他真的是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又會唱又能演 而且又會主持 只要是他這個 接觸到的任何一個範圍 他都做到最好 最專業 而且最有票房 哈 鳳飛飛小姐啦 相信在場的舞位 都會唱他的歌 來 我們大家來接歌囉 主持人先來 啊 嘴 啊 連紅的街燈 啊 緊緊躺在小群手 啊 往事有的過 啊 往事有的過 下一首 林志炫 夏夜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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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劉老師啊 劉老師 劉老師 劉兒在零下 愛也潛在雲飄 劉兒 劉不出啊 心願盡無聊 好 來 Roger老師 不要以為沒有名字 好 Roger 唱 飲飽三村 打開那邊 哦 耶 小玲老師 鳳飛飛的歌迷 從小學就去騷擾鳳飛了 來啊 送你一份愛度 我愛最幸福 夢不如你太開心 我幸福的處 我望了我的祝福 小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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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來沒 小碓 好 有人啊 可以嗎 可以嗎 有夢 真的 我有一顆的紅狗 漂亮 各位先生們 金鐘獎還不頒給我們 誰給我們更要愛音樂 我希望你可以不要放棄 然後再接再厲 對 我想每次評審老師 可能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就是 你的演唱 你要告訴所有的人 你有多愛唱歌 你不要怕 你知道這種感覺嗎 再來是你的害怕 我們老人家都看得出來啊 常常就在跟你講 我是不是常常跟你講 你沒有你想得那麼不好 當然我剛剛也覺得有一點 難過啊 這個台上在慶祝25分 在頒獎 我看他那個黑黑的小臉 就站在那邊 一個人站在失敗區 沒有不好 沒有不好 真的 謝謝 謝謝 尤其是在亞洲社會 像濃濃這樣的女孩子 她必須要對抗很多輿論 對抗很多眼光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大家都說要瘦才漂亮 所以你要知道這樣的女孩子 她從小一路這樣走過來 她受到多少壓力 可是她今天可以在這個舞台上 表現得這麼好 你有沒有聽懂我講什麼嗎 有嗎 所以我覺得更應該再給她掌聲鼓勵 努力 濃濃加油 加油 站在這個位置 常常看到你們看不到的東西 有很多是你們看不到 在這裡都是他們的淚水 一滴一滴 包括剛剛這個三摔在哭的時候 我看到她的淚水非常清楚的 在這個舞台上 所以這個舞台對我們來說 它不是只是鏡片而已 很多人的努力 很多人的淚水 都在這上面非常地明顯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再一次謝謝大家 準時收看我們的 超級星光大道晚 在這四年裡面 等於是我看的這些小朋友 然後 都有不同的成長 都有不同的故事 那當然我覺得 有些小朋友 比我們更堅強 然後比我們更努力 那所以其實透過星光大道 我覺得我們看到了很多很多 不同的人生故事 那所以它就變成像 不是工作 就是我回去在路上 也會跟我老公討論說 今天誰怎麼樣 我覺得他真的唱得太棒了 老公你一定要看 什麼什麼 太感動了 然後也會跟鄰居聊天 鄰居也會問說 那個胡夏怎麼樣啦 那個三摔怎麼樣啦 或者是那個阿嬌阿 阿嬌子怎麼了 他心情是不是不好啊 什麼 就每個人都會問 所以他已經 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 是生活裡很重要的一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華人世界的超級星光大道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也不希望是很倉促的 好像就是 一屆一屆一屆這樣子 就來不及消化就去做 那甚至我們知道 很多高手 是比較groomer一點的 你要去 親自到他家門口 可能他才會覺得說 喔好吧都來到我家門口 應該是緣分的安排 他才會出來 就是 來跟你稍微的 偵選一下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需要時間的 那所以我想 未來大家可以期待的就是 華人世界的超級星光大道 將會更精彩 更隆重 所以敬請期待 我們沒有停 各位 你家有DVD Player嗎 好 上面有一個是方塊 有一個是兩條直線 方塊那個叫停 那兩條直線叫什麼 Pause Pause 就是暫停的意思 所以我們還是會繼續唱下去 敬請期待 再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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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